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家姑娘本来在平坦的大路上走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被你拉下泥潭 柚子是我一个读者 上个星期在后台给我发消息 她说近一个月来 她一直处于神圣走向的十字路口 举棋不定 柚子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工作 去年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当时柚子27岁 男友36岁 在同一个城市工作 谈了一年多 前段时间在考虑结婚的事 柚子说 在恋爱期间 她几乎从不过问男友经济方面的事情 觉得既然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年薪十几万 算来有经济来源的 这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可在两人商量结婚的时候 柚子才了解到 工作十几年 男友几乎没有存款 男友平时花钱也不是特别大方 两个人住在一起 柚子不分你的我的 也拿出自己的工资 作为两个人日常生活的开支 那她工资哪儿去了 为什么存不下钱 柚子的男友据实已告 她来自十八县小城的小村 父母老十八娇 靠打联工 供她上大学 所以在工作几年之后 她拿出所有的积蓄 以父母的名字 给他们在小城的城区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小城的房价不高 柚子的男友是全款买的 我爸妈这么多年不容易 我买套房子给他们养老是应该的 她对柚子说 男友还有一个弟弟 上学时成绩不好 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后来有人说没 一拍即合 当即订婚 当时 未过门的弟媳妇就要求 婚后不愿意跟公婆住在一起 要求她家再买房 柚子男友的父母又把期盼的眼神投在了大儿子的身上 你弟弟没什么本事 赚的都是血汗钱 好不容易说了门亲事不能黄了 你是哥哥 工资那么高 你得帮弟弟一把 看着老泪纵横的父母 柚子的男友咬咬牙 以弟弟的名字贷款 在小城又买了一套三居室 毫无疑问 贷款又是他在还 婚事操办 柚子的男友出钱出力 弟弟结婚之后 先是生了个女儿 再生了个儿子 他们小夫妻在一家工厂做工 俩孩子父母带着 平日小夫妻还去父母那里蹭饭 你弟弟他们工资不高 两个孩子抚养起来吃力 你是哥哥 还没结婚 用钱的地方不多 你能帮衬点就帮衬点 这是父母的原话 于是 柚子的男友又帮衬了 除去贷款 每个月再打给父母几千块作为生活费 柚子的男友是在他向柚子求婚后 坦白这一切的 柚子当时就愣住了 柚子问他 你把一切都给了别人 你拿什么跟我结婚 想不到 男友一听这话就火了 他们是我的父母 是我的弟弟 都是我的家人 不是别人 我对他们好是应该的 男友理直气壮 假如结婚的话 你家出多少彩礼 我们在哪里结婚 房子怎么办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柚子不得不问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彩礼 那是卖女儿 咱俩不搞这一套 结婚也简单 咱们暂时先租房子结婚 等我把家里的贷款还掉了 我们就一起存钱买房子 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 没有几年也就能存够首付了好吗 柚子 我是真心爱你的 结婚以后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吗 柚子 我希望结婚之后你跟我一起孝敬我爸妈 把他们当作自己爸妈 对他们好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男友说完 期待着柚子的回答 柚子心乱如麻 一方面确实对男友有感情 一方面又觉得 未来没什么希望 柚子跟男友提出 能不能让他爸妈把他们那套房子卖了 几年下来也升职了不少 加上柚子爸妈的权力支持和自己的积蓄 在深圳付一套小居室的首付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想不到不仅男友不同意 男友的父母和弟弟也跳出来表示反对 父母把我养大不容易 这房子是报答他们的 怎么可以卖 男友说 强仔 我们老两口别无所求 就想在城里有套自己的房子 你要是卖了房子 村里人该怎么笑话我们 父母说 哥 现在还没结婚 嫂子就要卖爸妈的房子 你让爸妈住哪儿 将来要是结婚了 爸妈还不死在嫂子的手下呀 弟弟说 柚子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爸妈 爸妈态度很坚决 要求柚子跟男友分手 不同意这门情事 你要是不跟他分手 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 柚子的爸妈发狠道 柚子便跟男友提出分手 男友冷笑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还不是物质 败金 还不是贤贫爱富 怕吃苦 有这么一种歪理 在感情里 一旦因为钱 而导致两人的情感 有了波动 出了裂痕 那就是女人的错 是女人的贪婪虚荣 是女人的物质 是应该被鄙视的 贤良舒德的女人 被设定为 从来不爱钱 使今钱如粪土 哪怕一辈子 陪着男人吃苦哀穷 也不能有半句怨言 还要打心眼里 敬畏丈夫 孝敬公婆 帮衬兄妹 似乎这样的女人 才值得娶回家 事实上 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 应该是让两个人 都过得更好 而不是让人过得 越来越差 越来越潦倒 不然 还不如单着 当然 我不是让女人们 唯利是图 离开一无所有的男人 有些男人 哪怕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一颗 为小家庭奋斗的 上进心和责任心 并为之努力 假以时日 随着资本的积累 两个人想要的 终究会靠他们的 双手创造而得到 会过上属于 自己的小日子 而幼子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男友的家庭 一直在拖着她 公婆和弟弟张着嘴巴 随时开口 向男友缩取 理所当然 男友也丝毫不为 自己打算 不为自己未来的 老婆孩子 小家庭打算 心甘情愿地 一直在无私奉献 并且还要求幼子 将来跟她一起 承受大家庭的负担 幼子也是被爸妈 从小一直宠到大的 经济独立 性格温和 爸妈小心呵护她 沐浴着阳光长大的 凭什么跟你 在一起之后 要经受狂风暴雨 沈家姑娘 本来在平坦的大路上 走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被你 拉下泥潭 我跟幼子说 假设一下 你跟这样的男友 结婚了 你将来过的什么日子 别管结婚前 是什么样的山盟海事 闹完洞房关上门 你的失落感 就会油然而生 第二天早上 太阳一升起 就只剩下柴米油盐 酱醋茶 和这个每月还完房贷 抚养老家人之后 一分钱不剩的人厮守 这是你的人生 在陌生的城市打拼 住在出租房里 什么时候 才能有真正的家 夜深人静之时 一定没什么归属感吧 没有房子 就不敢怀孕生娃 一旦生了娃 迟和拉撒睡并学 到处得花钱 请问 哪有多余的钱 孩子渐渐长大 当那些同龄人 在双语重点幼儿园 读英语 学钢琴的时候 你的孩子 可能跟你抱怨 你不给他买一台学习机 还有 你还敢旅行 购物 化妆 孝敬自己爸妈妈 你要管男人的工资 男人不允许 我的工资我做主 我的老家人 我不能不管 你要男人放弃 替弟弟还房贷 男人不肯 他是我弟弟 我唯一的弟弟 等到房贷还完了 你再想 这下该给咱们家存钱了吧 可老家又有事情了 小叔子要买车子 小叔子想开店 侄子侄女的择校费 双千的养老保险 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钱 你不肯 又哭又闹 男人几句话 就把你打趴下 我是老家唯一的大学生 老家人不指望我 还指望谁 你看 在男人心里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比你重要 可怜你用自己的工资 维持着小家庭的生活 你的爸妈 还得跟着后面补贴 请问你乐意吗 其实 女人不怕和男人挨穷 就怕和男人挨穷 挨得没希望 得挨一辈子 看不到未来 这才是令人绝望的 婚后流的泪 是女人嫁错人 脑子进的水 我看过不少案例 无数原本开明的父母 对自己女儿的婚姻 横加阻拦 原因就在这里 试想一下 你有一个养了二十多年 如花似玉的姑娘 你舍得她跟一个 一穷二白的男人 去住出租屋 所以 那些要求女孩子婚后 跟她一起吃苦的男人们 行行吧 别玩道德绑架了好吗 你若 优理 神家姑娘 本来可以品尝夜的巴黎 踏过下雪的北极 却只能跟你窝在家里 做小福低 当你们一家人满意的席 这就是你的爱情真理 姑娘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舍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一直吃苦的 苦一时可以 苦一辈子 不行 最后 我想对柚子们说 当一个男人理直气壮地问你 结婚以后 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吗 请你们告诉他 我不愿意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帮我们点赞或转发哟 我是杨阳 想要听到我更多的作品 可以在文末 找到我的个人信息 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向日葵的故事 我是杨阳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听听那包说 睡个觉 雷声过后 就能看不夺 难难别怕 难难别哭 乖乖睡了 你静静听首歌 曲曲倾斜 静静暗写 月儿远游 你乖乖呀 那儿那儿 我我婆 风铃呀 请像鸟儿 请长远处 谁在何 掀了彩虹 进了云朵 我一生归隔 男男呀 你会长大 会走很远 会觉得累了 只要记得 和婆婆 怎么说 我一生归 她就会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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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